这个在冰面上起舞的女人身价超过了100亿元 她叫鹰野赫沙 此刻正在进行自由滑比赛 而鹰野的目标直指都陵冬奥会的参赛名额 他感觉自己的状态很好 然而和他一起起舞的 还有远在飞行会上表演的一名飞行员比特 两人都觉得自己今天状态极假 然而就在他们各自攀登巅峰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鹰野落冰不稳 砸在冰面上失去了意识 而比特的飞机也出现了意外事故坠落现场 没有人会想到 这两人的灵魂竟然重叠了 鹰野从昏迷中醒来 自然失去了比赛名额 不过这也不代表他不能冲向都陵冬奥 但这个时候监督人三代跑过来挖过他了 鹰野虽然有一身不错的技巧 但在冰面上一直笑不出来 放眼望去 世界级的选手里 八华界最强女王来自俄罗斯的利亚 意大利的圣女小粉 美国的选手米勒 这三人每个都有最棒的笑容 如果鹰野一直没有表情 这代表的名额可就不能给他了 哪怕他有这一身极好的技术 鹰野气得牙痒痒 天天就知道挖过他 难怪滑冰界没有未来 但教练却说三代监督人不错 虽然嘴毒 但还是第一时间来探望他 不过鹰野觉得他这不是来探望自己 是在挖苦自己 他琢磨 能不能别让这家伙在折磨自己的时候 拐脚就撞进了美国的选手米勒 对方嘲讽他在冰面上没有笑容 注定成不了参加比赛的代表 因为对方说的是英文 鹰野也不太能听懂 却能听见脑海中有一道男生对他说了一句英文 鹰野照读 离开我的事情 米勒一漏 被气势下的转身离开 鹰野还以为是被自己的美貌惊呆了 甚至怀疑自己可能有超能力 不过他没有细想 而是跟着教练回了日本 因为比赛失误被记者围堵 作为迷红花样滑冰选手的代表 他的失误可是影响了比赛的名额的 教练让他不用担心那么多 回去好好休息 继续训练 然而鹰野根本睡不着 第二天还是被妹妹幽子提醒 对于一直照顾他的幽子 鹰野很感激 他前往学校上课 照常无视记者 闺蜜和他打招呼 觉得这次比赛非常遗憾 就在他困倦的时候 突然听到脑海中有声音 他发现身边的人根本听不见 鹰野试图让脑海中的声音住嘴 却被老师逮了个正着 之后他被救到了办公室训了一顿 说了办公室 鹰野直奔厕所 果然发现脑海中有一道男生 这人最称比克是16岁的加拿大人 听说自己大概是五天前已经去世了 现在应该是幽灵状态 只是不知为何附身在了鹰野身上 这种事情鹰野本来不敢相信 但脑海中确实听见了声音 鹰野回过神来 让比特赶紧离开 这种夫人对他来说非常麻烦 但他大声说话被闺蜜听见了 闺蜜很担心鹰野的情况 鹰野值得在学校不方便说 于是匆匆回到家继续去看吧 不过那些招数对比特来说都没有用 反倒是鹰野撞墙的时候 比特有痛感 于是鹰野开始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操作 被教练以为他是受比赛成绩影响了 此时鹰野还在和比特吵架 怒骂他是加拿大的寄生虫 恰好教练也是加拿大人 感觉自己受到了重疮啊 此时比特正在哈哈大笑 气得鹰野又骂了一句 教练更是难过 鹰野只好赶紧解释 但教练却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关心他 鹰野肯定是因为奥运会的压力太大受困了 让他好好休息 之后再训练 既然两者都能感受到痛楚 鹰野决定要钻浴室用热水把比特赶出去 结果自己先热晕在浴室里了 听到没声音了才松一口气 然而比特并没有消失 他说不让鹰野进浴室 其实是为了鹰野好 因为鹰野睁眼能看到的东西 他也都能看见 鹰野当即发出惨叫并逃了出 准备动用最后一招 往嘴里灌辣椒酱 比特惨叫一声 鹰野也辣得够呛 赶紧漱口 围观的幽子和教练都感觉他病得不轻啊 而因为比特的出现 鹰野折腾了一天 反而累得能够睡着了 要是以往比赛失利 他都会失眠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第二天一早 鹰野发现耳边没有声音了 他高兴的庆祝 然而比特的声音再次响起 残忍的告诉他 这不是梦境而是现实 如果不满一百天 他是不会消失的 比特也想过开局登上天堂 然而他刚到天堂门口就被告知 早日前方业务拥堵 麻烦一百天后再来 然后比特就被赶下了天堂 正好砸在比赛中的鹰野身上 另一边在地上拍下鹰野照片的记者 将他的照片和红发少女放在一起 鹰野是被比特喊醒的 他很崩溃 自己为什么非得被这个白痴附体 一说话就容易被误认为怪人 换衣服的时候还得捂着眼 训练也没办法集中精神 现在都不敢洗澡了 两人供应一句身体 比特提醒鹰野 别别太久 对身体不好 此时 幽子过来喊鹰野吃饭 鹰野琢磨有什么办法能够赶走比特 随后他发现比特讨厌吃番茄 于是立刻打开冰箱 对着番茄那就是狂炫 比特看起来被折磨得够呛 两人越发怀疑 鹰野是被压力压垮了 但教练不得不告诉鹰野 马上就要开记者招待会了 这是协会那边提的要求 让他和以往一样 糊弄一下记者就行 比特好奇记者会是什么 鹰野表示 是对之前比赛失误的反省会罢了 而鹰野之所以会被记者讨厌 是因为恰逢都林冬奥会即将到来 日本的花样花瓶爱好者增多 记者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疯狂操作 而目前竞争奥运会的人 只有鹰野和志腾两人 志腾可谓是日本目前的女单第一人 不论是实力还是表演都非常出色 不过鹰野觉得自己不输给志腾 可他被媒体讨厌 还得从三个月前的一场比赛说起 那个时候协会那边押了出赛人员 原本只有他和志腾上场比赛 结果志腾阴上退下 而鹰野又恰黄在比赛上摔了 这下日本出现 能够参赛的民格只有一个了 然而日方媒体却擅自觉得 他们本应该有三个名额 所以就把鹰野当成了替罪羔羊 鹰野一边说 一边在冰上来了个跳跃 彼特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 虽然不是他在话 这仿佛自己也在飞一样 而鹰野因为媒体的态度恶劣 所以被针对了 彼特觉得鹰野要应对那样的人十分难受 但鹰野并没有因此被打击 他自认天度英才 并表示不在意明天的事 他现在最该做的是打败同为竞争对手的志腾 将所有人证明他才是真正的敌意 彼特要是不听话 他就啃一口番茄 第二天 记者发布会开始前 鹰野腹部难受 彼特让他不要忍耐 可鹰野咬牙上了记者发布会 这些记者对鹰野提的问题都非常知名 三代监督关键时刻特别会插开话题 记者故意引导鹰野说出和志腾吵架的事 试图营造出鹰野在竞争的态度 但是另一名记者心田站了出来 他看了鹰野在加拿大的比赛 这场比赛 鹰野的速滑和跳跃其实有所低伤 恐怕不是为了竞争参赛名额 而是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 鹰野意识到心田和其他记者不同 这家伙非常会弯弯绕绕 火不忍然 心田问鹰野 是不是因为在意志腾 所以才在跳跃上出现失误 鹰野也坦诚地表示 确实有一点 于是记者们开始疯狂拍照 没想到鹰野一拍桌 表示自己的目标从来不是打败志腾 而是成为世界第一的选手 参加奥运会不过是他的一个跳板 他知道记者们想听的就是这些话 果然 现场记者开始疯狂拍照 教练只能先中断采访 然后被三代狠狠训了一顿 比特有些担心鹰野 他知道鹰野是被心田牵着鼻子走了 虽然如此 但鹰野确实也想说这些话 偏偏这个时候 鹰野的肚子又疼 他回到家也不愿意去上厕所 看不得吃堆番茄把比特逼出去 偏偏这个时候 幼子说记者打电话过来了 鹰野一听 竟然是心田的电话 他本来不打算接的 但心田却告诉他 自己准备了别的节目 邀请鹰野来现场看看 鹰野嘴上说是不在意 但第二天还是去了 结果刚到就看到心田和志腾聊天 这家伙竟然把他和志腾都叫了过来 他表示 自己可以跟两人腾出空间 让他们私下交流 鹰野不懂 这样一来心田不就没有利益可言了吗 心田却表 自己只是想让两位选手沟通 如果能够让日本的女子花样滑冰崛起 对他来说 就是最大的利益 他不需要所谓的炒作 只想看到真正选手战斗的姿态 不过志腾和鹰野没什么可说的 他认为不论对手是谁都要战胜 这才是体育竞技的精神 并且也很认同鹰野被当作眼中钉 可他也希望能和鹰野一同比赛 鹰野正在准备和他宣战 结果肚子一疼 直奔厕所 一泻千里 这一刻他反觉 自己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鹰野自言自语的事情也被三代发现了 三代怀疑 他是不是打算转职当喜剧演员 教练只好说 鹰野可能是压力太大 他本来想劝鹰野 毕竟马上要和志腾比赛了 但是鹰野总在骂比特 教练看不着人 还以为自己被骂了 十分难过 鹰野只能解释不是那样的 最倒霉的是在决战起言 他还要参加期末考试 而比特因为家庭缘故 曾在日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算是文武商权 身体健康 要是不出意外 本来可以活得很久 鹰野琢磨着比特会英语 不如直接让比特来背书 这样一来 其末就能稳定过关了 比特知道 他要拉着自己作弊 可鹰野一放松下来就犯困 他一困比特也失去意识 结果不言而喻 但鹰野并没有睡着 其末考试由比特作弊 可花样滑冰比赛只有自己能上 这次他是在挑战自己 毕竟前面已经连败两次了 不过有二就有三 这一次他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随后在比特的帮助下 鹰野完成了考试 闺蜜很担心 他考试自言自语的样子 发现鹰野私下也在自言自语 有些担心鹰野在成绩和比赛中无法分身 晚上鹰野一边复习一边分身 他还是放不下比赛的事情 脑海中进行着模拟训练 彼得好奇鹰野模拟比赛的时候 表演会不会很好 但鹰野却想象不出来 因为他的脑海中一直在失败 彼得很担心他的状态 而彼得因为脑子特别好使 直接帮鹰野拿下了考试第一 他自言自语的事情 也被当做了新的背书方式了 虽然考试结束 但鹰野还是不能放松精神 因为第二天就是比赛了 三代听说他期末考试成绩不错 担心他把运气全用在期末考试上了 他过来也是为了给比赛顺序 鹰野发现自己正好排在质疼后面 有一种命运被折腾一样 可偏偏又避免不了 鹰野试图在脑海中模拟处理 原本前面挺好的 无论表演还是动作都很合格 可偏偏收尾的三连跳始终无法成功模拟 彼得问鹰野 还是没办法模拟吗 鹰野点头 仿佛脑海中一直在抗拒完成华丽的表演一般 彼得发现鹰野很在意在质疼后面出场 鹰野叹气 虽然他这个时候并不在意质疼的顺序 可一旦到了现场 亲眼看见质疼完美无物的表演后 心态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烹人罢了 自然也会有心理压力的 彼得表示 他们俩一心同体 他也会有压力 彼得叹气 如果能在比赛的时候帮助鹰野就好了 但鹰野却觉得这样不好 考试是考试 比赛是比赛 之前没有彼得 他也努力到了现在 希望彼得不要参与他的比赛 彼得有些难过 第二天彼得的时间到了 鹰野和教练来到现场 很快被门外的记者围住 经者还在不断的找话题 鹰野回答的态度一直都很冷淡 今天还是觉得鹰野和以往一样 太过坦诚 直率 这样不好 闺蜜和幽子也来了现场 他很担心鹰子的状况 幽子说 鹰野大清早就吃了很多番茄 此时 彼得两眼发黑 鹰野也道歉 说自己在故意欺负他 毕竟 明明同一句身体 只有自己在紧张可不行 彼得说 鹰野这哪里是坦率 分明是不服气呀 彼得倒也想离开 可是根本走不了 两个人之间多了一层隔阂 而此时 小芬已经完成了比赛 很快就轮到志腾登场了 圈里问他 不看志腾比赛真的好吗 鹰野决定独自在房间自闭 彼得发现 他连鞋带都系不好 就知道这家伙肯定还在紧张 而志腾的比赛 可以说是相当完美 大家都觉得鹰野肯定会有压力 事实也确实如此 鹰野和志腾擦肩而过 他告诉自己 不用在意他人的表演 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前面的表演虽然很不错 但还是再一次跳一种失误了 因为这个失误 他的短节目 直接落到了第七名 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 鹰野十分难过 比特就突然开口劝他 既然有第二次 就会有第三次 但眼下第三次坏事已经结束了 所以下次鹰野一定没问题 一定会有好事等他 不知为何 鹰野竟然真的被安慰了 第二天一早 鹰野起来 幼子赶紧把新闻关掉 鹰野觉得他应该是在意自己 那就报纸一看 发现志腾已经登报了 奇怪的是 比特竟然也很在意报纸 鹰野收拾东西准备去训练 没有发现比特神情有些失落 他这边刚到现场 再度被记者包围 这群人开始不断提起昨天的失误 只有欣田在人群中鼓励鹰野加油 而鹰野在会议室休息的时候 发现自己忘记了绷带 这个时候志腾走了过来 问鹰野是不是有什么麻烦 看他脸色不好 认为鹰野有很不错的天赋 希望他不要以紧张为前提来不在 鹰野不太懂志腾究竟想干什么 关上门开始拉伸 他觉得志腾可能是来挑衅 或者是施压的 不过比特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真正感受到压力的 或许是志腾 虽然志腾会被选中为代表 但并不是百分百的可能 这一点鹰野应该也最清楚 所以志腾才过来打听鹰野的情况 鹰野不明白 自己就到第七名 有什么好打听的 他准备戴上眼罩 换好衣服 比特圈鹰野 不如主动出击 大胆地在比赛上发挥自己的特长 说不定志腾反而会着急 但鹰野打算平平稳稳地 划过这一次自由滑 免得分输掉的太低 然而比特却善用其将法 此刻不努力更在何时啊 鹰野一听 好像也不是不行 于是他找到教练商量了一番 没想到教练竟然真的同意了 倒不如说教练也是这么想的 鹰野登上兵面 比特告诉他 当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 就不会再执着于某人了 鹰野在训练的时候摔倒 比特告诉他不要着急先坐好这身 并表示两人毕竟是搭档嘛 但鹰野却认为搭档是共同进步的人 比特不过是寄生在他身上的灵魂吧 比特露出了受伤的表情 鹰野看他这样反而有些好笑 心情顿时好了许多 他在自由滑 穿的是改良的和服 开局状态十分不错 第一个就是三周跳 如果这个动作不出意外 应该能一口气追上 可鹰野没想到 落冰的时候竟然身体不稳 好在他即使一个厌世 众人有些可惜 三周跳不算很稳 鹰野以为这就定型了 比特安慰他 这可是自由滑 且比赛才刚刚开始 而且如果他能后面改变动作 加强难度 不但能一口气提高印象分 还能提高技术分 比特告诉鹰野 他的状态很不错 毕竟他可是鹰野身上的寄生虫呀 被他这么一斗 鹰野还真就有了自信 在冰面上连着三次三周跳 都成功了 落冰的时候顿时露出了笑容 三代监督愣了一下 这孩子竟然能笑出来了 之后鹰野并没有停下 在一个连续步伐高速滑行后 竟然又接了一个三加三的跳跃动作 并且圆满落地 并没有丝毫使用 现场一片哗然 观众纷纷欢呼 时候鹰野看了志腾的表演 比特表示 志腾的自由滑果然是安全动作 不过因为短节目志腾占据优势 所以他还是成了第三名 有些可惜 否则鹰野就能登上第三了 鹰野说的表现力也是自己的弱点 但比特却认为积极性是鹰野的优点 让他别老盯着自己的弱点看 鹰野表示明天才是最终比赛 他出门又被记者给围住了 这群记者冷嘲热讽 说鹰野放了狠话 还是输给了志腾 然而鹰野却反问记者 你们真的知道花样滑冰的打分规则吗 记者的脸色顿时难看 他们本来就是来蹭热度的 被这么直接指出来自然不好受 比特知道鹰野肯定又被逼逼赖赖了 但不得不说 鹰野怼得很爽 两人顿时像是一笑 不过因为鹰野被记者恶意报道 话是滑冰协会的人把他训了一顿 鹰野却觉得日本的女子滑冰界 总是要求女子形象体贴温柔 可他才不是那样的人 就算被报道指责 损失的也是他自己的名字 和他们协会的人没有关系 协会的人被怼得哑口无言 鹰野转身却发现三代监督也在 万万没想到一项嘴多的三代监督 今天却破天荒的夸鹰野表现得不错 让优野有些惊讶 更让他惊讶的是鹰野问三代 日本花式滑冰女子选手代表 是否决定就选志腾时 三代却表示他个人认为 鹰野的自由化比志腾表现得更好 不但如此 关于鹰野的呼声也很好 鹰野都不确定眼前这个人 是不是三代监督了 不过比特就觉得三代没有撒 三代监督告诉鹰野 他和志腾的比赛 可能要纠缠到全日本赛了 并且承认了鹰野在冰上的表现了 他认为现在的他还是不够优秀 而这个时候 小粉选手和其他海外选手 也走到了鹰野面前 夸他的表现非常不 以前鹰野听不懂英文 如今比特在给他解释 并告诉鹰野 很多人都认可了他的实力 鹰野诧异 但他还是得夺下代表名额才行 不然一切都是白费的 而鹰野也决心一边复习一边训练 比特表示他虽然不知道花样花冰 但他觉得鹰野一定能赢 并且明白应该做什么 采取什么战略 怎样才能成功 这样鹰野开始对比特的身份感到好奇 因为鹰野在自由化上的优异表现 再度获得了代表争夺的资格 而此时在莫斯科的利亚开始训练 他的状态十分不错 鹰野如今也在努力的训练 毕竟全日本大赛将会拍板决定 谁才是真正的日本代表选手 所以鹰野决定在这上面躲上一切 奇怪的是 比特既然能够感觉到 鹰野的跳动动作是好还是坏 鹰野让他先别说话 自己好好训练 不过心思却有些复杂 比特明显知道很多事情 那他原本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想到这里 鹰野脚下一滑摔了一脚 起身的时候就感觉到膝盖刺痛 教练和闺蜜打击失策 难道要在赛前受伤吗 好在对于检查后 说膝盖并没有受伤 只是训练过度负担太大了 让他休息个两三天就可以了 但鹰野却觉得不是休息的时候 不过教练要求鹰野 必须得休息放松 不然过度练习 影响到正式比赛就血亏了 突然获得休息时间 鹰野却不知道该如何打发 便开始看花样滑冰的杂志 音乐和比赛录像 可他根本就静不下心来 比特觉得他一直在找 和花样滑冰有关的事情做 于是提议 他去做一些和比赛完全无关的事情 让他把训练的事情给忘掉 于是鹰野决定换衣服出门一趟 不过出门后 他发现自己没啥想去的地方 于是比特便拜托鹰野 陪他一起去抹肤 毕竟 比特在之前的自由滑上出了大力 所以鹰野就答应了 没想到比特想去的是 加拿大的餐厅吃饭 鹰野决定去放纵比特一天 比特高兴的欢呼 并表示承包接下来的约会的行程 不对啊 运动选手不是不能外食吗 万一食材内有不好的东西 可就过不了关了 不过鹰野还是陪着比特吃了一顿 看得出来 比特吃得非常满 之后又拉着鹰野去看了飞行员电影 可是鹰野对这个电影根本不感兴趣 看着看着就开始犯坤 比特只能含泪失去意识 之后又拉着鹰野去图书馆 去看飞行员的书 鹰野完全看不懂 但还是帮比特翻页 不过由比特的带领 鹰野去买了衣服 又去玩了飞行游戏 比特说玩得很开心 不过鹰野似乎看起来不太满意的样子 但鹰野却说到此为止了 因为再留待下去 教练可能要说话了 比特有些失落 这个时候鹰野发现 路边有走丢的小孩 小孩不敢主动开口问 鹰野犹豫了一下 没有上前 比特问鹰野打算失而不见吗 鹰野嘴硬的表示 万一不是迷路呢 比特就知道鹰野是担心语言问题 在比特脸哄待平之下 鹰野走上前和小孩搭话 小女孩张口却说的是俄语 虽然比特也听不懂 鹰野顿时头疼不已 比特就告诉鹰野 你可以用自由滑的方式 向小孩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不也算是一种表演吗 他觉得鹰野一定能够做到 鹰野想了想 还是决定试试 于是他在大街上 开始自由滑舞蹈 太羞耻了 这和大街上拉屎有什么区别 嗯 除了不臭罢了 但是小孩子嘛 看脸 鹰野笑的又比较温和 所以小女孩很快就被鹰野剖 点头要跟他一起去找妈妈 鹰野带着他找了一路 又请了小女孩吃了冰淇淋 比特欣慰的看着两人 终于在一个拐角处 小女孩看见了正在和警察说话的母亲 顿时高兴的扑了过去 看到母女俩会合 鹰野心悲的笑了 比特也感慨 很能理解那孩子的心理 毕竟一个人流落异国他乡 确实很可怜 而鹰野看到比特这副神情 突然问他下一个地方想去哪 比特带着他到河边看飞机起落 此时鹰野问比特 他究竟是什么人 比特终于坦白说 自己是一名特技飞行员 不过年龄还是学生 是没有不少人都夸他前途无量 出露锋芒的新秀 比特觉得特技飞行和花样花 并有些相似 他们都有编队的形式 规定动作和自由滑两场比赛 也需要配合音乐完成表演 连着之间有些微妙的相似 所以比特才了解鹰野的教育 只是鹰野不明白 他为什么选中自己 比特也不知道为何 可能是因为坠落的时候 想了别的事情了 鹰野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态度确实有些过分 他和自己的年龄相仿 却已经意外的去世了 而对方却没有因为他的态度生气 反而一直鼓励他 所以鹰野难得的比特也愧疚 毕竟人家也不是特意想附身自己的 比特并没有说什么 他表示 自己死前的表演非常的完美 只是没想到飞机零件出现问题 其实死亡很快 咚的一下就结束了 但在此前做了一次完美的表演 他很知足 他让鹰野不用难过 抬头看天空即可 再不回去 叫人就要训他们了 当天晚上 鹰野回到宅子 幽子安慰父亲 不用担心 万一鹰野只是有对象了呢 这让教练更加慌张了 但这个时候教练 却接到三代监督的电话 说女子花样 目前第一人是丽亚 短节目的选曲和鹰野一模一样 两人都选了流浪者之歌 而丽亚的表演 也是放出了一些片段 鹰野知道自己不是丽亚的对手 不论自己怎么努力 估计都只是陪衬 但他从来都不是被这么吓下 就会不打的选手 也知道自己目前 只会从劣势变得更糟糕罢了 他嘴上不说 心里却很在意这件事 李特安慰鹰野 只是短节目没关系的 毕竟他们的优势在自由华上 不过鹰野还是非常自闭 毕竟她的跳跃也会摔倒 然而丽亚的名声 就连彼特都听说过 年仅14岁就成为了冰上女王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女子花样滑冰界的天才 彼特担心鹰野状态不行 但没想到鹰野突然笑了起来 嘴上说才不会在意这些 倒头就开始愁眉苦脸 相连也不知道三代监督 告诉她是为什么 难道是想让她临时换节目 可现在距离全日本大赛只有一个月了 闺蜜听说这件事也很难过 不过她劝鹰野不要这么轻易放弃 鹰野长大一生 她现在也不能这么放弃这个节目 因为周围的人会觉得 她是不战而逃 闺蜜开玩笑 丽亚和鹰野选的一样的曲子 说不定是崇敬鹰野呢 两个人尴尬的笑笑 都觉得不可能 最倒霉的还是鹰野的排序 在丽亚的后面 闺蜜安慰鹰野 比起逃避 不如去战斗吧 挺会安慰人的 下次别安慰了哈 鹰野在训练的时候意识到 不是两人节目的问题 而是她不断在跳跃时 总感觉有一道影子笼在她身上 结果是越来越在意了 其实在意是正常的 因为你的潜意是告诉你 你还能去挑战对方 差距太大 反而不敢在意 鹰野出门 却接连看到倒霉的事件 在眼前发生 彼得欲言又止 然后被鹰野买了番茄汁 灌进了嘴里 彼得长叹一声 这个时候又有记者追了上 这群讨厌的记者 总喜欢问一些挑拨离间的问题 认为鹰野是在逃避奥运会 比特圈鹰野冷静 然而她脑海里的悬已经断了 就在她准备 骂记者一顿的时候 突然发现 三代监督的车从眼前而过 方向还是冲着教练家去的 鹰野赶紧回去 却听见三代监督 夸她运气不错 鹰野困惑 运气哪里不错了 都和丽雅撞一个节目了 三代监督却说 人家选曲子的时候 是在知道鹰野曲子之后 看来是被直接选中 针对了呀 方向运气不错 是坏的运气不错 三代监督 问鹰野打算放弃 奥运会的入场券吗 鹰野自然是不想计权的 所以直接站起来挑衅 表示一定会在全日本大赛 让三代监督刮目相看 三代监督恐怕是故意来套路的 看懂鹰野上钩 他满足的走了 闺蜜问鹰野有什么计划 鹰野沉默不语 转身离开 他其实什么都没考虑就说了 只好敲课来到天台发呆 也幸会他跳了音乐课 这节课正好播放《流浪之歌》 一旦他去上课 估计会大闹音乐教室 比特只对鹰野说了一句话 你难道想在电视上看奥运会吗 鹰野顿时被说动了 这个时候比特听到 天上有飞机的轰鸣声 他让鹰野稍微安静一下 鹰野发现 比特眼中满是光 还能跟着飞机的轰鸣声哼唱曲子 他脑海中在模拟以前飞机的飞行动作 突然想起飞机尾翼贴上的贴纸 于是他告诉鹰野他有一个主意 随后他给鹰野换了一个节目编排 意思是让鹰野换一个节目 但距离比赛只有一个月了 一旦失败 要被群潮说逃避还表演不好 他不换就要和丽雅对比 同样也是被群潮 还可能被三代说拉 而且他相信鹰野穿上这身衣服 表演这个节目一定会很好看 鹰野被夸在一个脸红 赶紧一巴上把自己抽行 第二天教练担心他的情况 想劝鹰野出去散散心 鹰野却告诉他 自己准备从节目表演 音乐还有服装全部更换 距离全日本大赛只有一个月 也没关系 他已经把设计拿出来了 教练看了设计觉得很好 甚至有点好的出奇 可是只剩下25天了 鹰野真的要挑战这个比赛吗 鹰野点头 既然已经画好了 表试试 他拜托闺蜜帮自己定制了服装 之后鹰野在冰上开始疯狂训练 私下在家里也会进行脑海中的模拟 以及吃饭的时候都会聊跳跃动作 随后鹰野开始认真练习 其他协会的人还在嘲笑鹰野 不过三代已经开始期待结果了 而鹰野委托闺蜜定制的衣服也终于到了 鹰野换上一看粉色的女仆装格外可爱 比特啊 你女仆空的本质还是没能掩盖住啊 就连安慰自己绝对不会有事的 衣服可爱归可爱 但在大庭广众下穿女仆装画面 确实有点破廉耻啊 不过比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他希望鹰野能够改变人格 换一个自己 让大家为鹰野的魅力所震撼 这身衣服也真是够显眼 搞得鹰野十分的羞涩 在全日本大赛开始前 鹰野和志腾都要接受记者的采访 明天就是全日本大赛了 志腾的发言非常的官方 表示比赛结果是一点点积累的 记者对志腾的态度也比较好 但他们一旦面对鹰野 眼中充满了恶意 而这群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绞尽脑汁 就是为了故意激怒鹰野说次话 这样他们才有炒作的题材 然而鹰野表示 自己平时都忙着训练 根本没空看采访和录播 记者们顿时咬牙 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鹰野回到酒店 心中十分复杂 明天可是要把那身衣服穿上厂啊 而且此前他已经失误三次了 比特告诉他 失不过三 不用担心 看鹰野紧张 他直接拉着鹰野玩女夫伴游戏 说是为了帮鹰野缓解心理压力 模拟比赛的表演 我看你小子绝对是夹带撕祸了吧 他故意惹鹰野生气 就是为了鹰野保持傲气女仆的状态 即使扮演女仆 也绝对是要傲气的那种 不要再任性下去即可 毕竟在冰面上的他 可是价值百亿呢 如果是这样的傲气女仆 不说别人 彼得自个儿都会天天往那跑 鹰野被这么一打岔 果然好了很多 第二天 志腾已经前往赛场了 鹰野还在休息时等待 游子说 鹰野还是和以往一样就好 只是让彼得没想到的是 鹰野竟然打算去前方看志腾的比赛 因为他此刻已经不在意那些了 志腾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但彼得就告诉鹰野 他的优秀只会衬托后上场的鹰野 闪闪发光 而志腾下台后就发现鹰野在身后 他没有说话 只对鹰野露出了微笑 其实贵妹也很紧张 将来在鹰野登场前 特意说了鼓励的话 即使失败 你也是最漂亮的美女 怎么说呢 也为难他的脑袋 能想出这么土的鼓励方言了 不过教练的善意是传达到了 鹰野脱下外套 直奔冰场 现场观众一片惊呼 天呐 这女服装 什么情况啊 所有人都在等鹰野的短节目表演 而鹰野立在冰场上 音乐响起 彼得在鹰野耳边 开始给鹰野疏导表演情节 比如现在她是一个即将开业的女仆 所以她要表演出 刚开店客人进入店内的样子 彼得人鹰野变得更可爱一些 并且让她保持自己的傲气 即使开店也只会忙一小段时间 客人们想要见她 必须得抓紧时间 这种可爱又疏离的态度 让观众们很快就被抓住心神 不但如此 还把原本的恶客给征服了 迅速应对来见她的客人 只要客人满意 自己就能飞快地收尾 彼得鼓励鹰野做得不错 接下来就是团体客人了 少女恶作剧的心态 在此刻表现了出来 她在评委面前 对着三代监督做了个鬼脸 毕竟长得好看 怎么做表情都十分可爱 三代监督看愣住了 而彼得快鹰野做得不错 今天就让她肆意大闹一番吧 鹰野顿时高兴起来 一个超过的跳跃动作做完 顿时惊讶了所有人 这种表演和技术 集合在一起的短节目 让鹰野前所未有的愉悦 鹰野告诉彼得 自己有一个非常在意的客人 那家伙总坐在位置上 看着自己 彼得看了眼鹰野指的他 说的可能是对鹰野有意思吧 鹰野顿时笑眯眯地端上了番茄 表示这可是特舒服 彼得愁眉苦脸 可他这样有趣的表情 震撼了观众 因为实在是太生动活泼了 引得观众们纷纷发出了欢笑声 就这样 鹰野称霸了短节目 而自由华中 虽然第一条失误 但彼得告诉鹰野没关系的 用他的笑容去征服观众吧 鹰野便拿出了最好的表演 志腾看到鹰野的表演 说他已经拿下了代表资格 新田记者便意识到 志腾心虚乱了 果然在自由华中 志腾出现失误 也失去了以往纤细和精致的表演 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失误 而生气或怯怒 反而在离开时告诉鹰野 他的表现非常不错 鹰野回到家中埋头自闭 因为他之前也有失误 所以还不能确认代表究竟是谁 彼得告诉鹰野 重要的不是过去 而是未来 此时幽子冲进鹰野房间 惊奇地告诉他 结果出来了 鹰野是参加奥运会的代表 鹰野抬头看向彼得 对方趁他比了一个大拇指 鹰野拿到代表名额 很快就有幕后人不爽了 他踩着报纸打电话 叫人去处理这件事 而鹰野当选代表后 记者一改口风 但还在刺激鹰野 不过鹰野也不是吃醋的 回队记者 别忘了你散播志腾当选的虚假消息 在询问我之前 是否该先道歉呢 一个记者倒下 另一个记者开始狗叫 他们恶意断章取义鹰野的话 还推丧鹰野 甚至有女记者问 这里赢下比赛 不觉得对不起志腾吗 啊 正常参加比赛 正常获胜获取资格 这也能怪鹰野 还觉得鹰野16岁参加奥运 人生没有挫折过 不如志腾厉害 什么傻丢的发言呢 你猜人家为啥是天才 鹰野冷笑 选我的人是兵协 倒是你这个记者 不如多想想 自己是否有资格采访我 好怼 喜欢哪 然而这女记者 和那群故意带节奏的人 是一伙的 他们听见了 从幕后黑手的指挥 而这一幕被心田 抓了个正招 此时鹰野和教练 被叫去了华兵协会 对于自己被选上这件事 他应该表示感谢 但没想到 鹰野会会长把他叫过来 副会长张口就说 鹰野成为代表 就必须要注意协会的形象 鹰野表示 自己才被选为代表 此前的发言 你让我怎么注意形象 随后 他们掏出了报纸 说鹰野早上 对记者出言不逊 副会长不管鹰野的解释 说鹰野就是个人行为不大 拖累协会 见证 我还说你长得丑 拖累协会呢 果不其然 这个副会长就破房了 因为他本来是打算内定志腾 根本就看不起年纪轻轻 就当选代表的鹰野 可能是人生太失败了吧 看到天才就气急派坏了 甚至连装都不装了 就指责鹰野不配穿队服 鹰野冷笑一声 参加比赛的人是选手 一个国家连选手提出的要求都做不断 那就别想着拿胜利了 对于鹰野的话 他不闻不问 张口就让鹰野去参加记者招待会 神经病啊 不是奥运会选手好好训练 成天给人添麻烦 看来世界各地哪里都会有内部的父爱 看见副会长笑得一脸猥琐 三代监护似乎明白了什么 而此时新田记者来到现场 作为自由记者 他竟然不被允许入场 而此时场内的记者张口就把鹰野的记者发布会 打为道歉会 这他妈的还没开始比赛就逼选手道歉 这狙将精神还真是挺牛逼的 参加采访的记者名单 还是副会长特意选出来的 他面带微笑 看着这些记者逼迫鹰野道歉 似乎有意让鹰野屈服 新田抓住这个机会 昏进现场 就听见记者在问鹰野 对于你抢走志腾代表名额有什么看法 还再要说鹰野贿赂华兵协会 甚至造谣鹰野和教练有关系 是教练出钱 让鹰野贿赂协会裁判 好贱啊 他们呀的 甚至说出鹰野父母离婚的事情攻击他 好好地天才选手不保护 还这么刺激人家 这副会长真的该死啊 这些记者故意攻击鹰野 就是想逼他哭出来 然后造谣说他心里做事不行 承受不了奥运 没想到这个时候 新田突然提问 提起之前两人对话的事情 鹰野顿时冷静下 是啊 他为什么要在意这些愚蠢又恶心 被人收买的垃圾记者的话呢 鱼神爷一翘二郎腿 直接坦白了 自己就是傲慢 看不起他们这些没有职业素养 且连比赛资格都不知道 就来蹭热度的记者 什么问题都在试图让自己挨个解释 连理解他人话语的能力都没有 当什么记者 不如回家养猪算了 说到下方的记者 面红而视的摇牙切齿 他嘲讽这群人 没自尊还善度 被收买后就开始对别人口诛比伐 知不知道字不量力怎么写 这些记者一恼怒 就扑过去准备动手 直接被三代监督和教练打断 说这已经不是记得招待会了 三代告诉英爷 现在事情发酵的有些严重 让英爷回家等待结果 那群记者还把采访视频放了出来 英爷坐车回家 路上被发现 他把车窗摇下来 教练不仅没有生气 他骂记者 还说英爷可是价值100亿的脸 怎么可能为那些人生气呢 不过话是这样说 英爷还是很害怕 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代表权会被取消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国家也没必要呆了 连体育竞技都不公平 还有什么是公平 英爷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每次都做不好 他想起小时候 自己准备比赛给母亲看 可母亲却说要搬走 当时他想在兵面上赌一把 赌自己跳跃成功 母亲就会回来 可是他失败了 只能躺在地上哭 比特突然长叹一声 说自己有身体就好了 这样他就能抱住英爷了 当然不是现在的英爷 而是小时候的他 英爷顿时落泪 他告诉自己 不能为那群人生气 不然怎么战胜第一的丽亚 要知道 丽亚对记者的时候 可比自己凶多了 只是比特觉得很可疑 为什么不让教练和三代监督 陪英爷一起参加记者会 只是让英爷一个人过去 然而就在两人困惑的时候 新田已经开始暗自跟踪副会长 以及被收买的那些记者了 并也成功拍下了这些人受贿的照片 副会长告诉这群记者 英爷的代表资格可能会被取消 明天就会公布 他们想毁掉英爷的职业生涯 将一切全部拍下了新田冷笑 这群人果然如英爷所说 自尊心极强且非常善度 没有任何根据的轻英意识媒体人 所以新田直接向媒体 举报了副会长所作所为 一时间被围攻的人成了副会长 而英爷也成功保住了自己的代表身份 三代监督打电话 通知他的时候笑得很开心 并表示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拿下的资格 他们选英爷肯定是为了他的才能啊 英爷拜托三代监督转告新田 自己一定会在奥运拿下最好的结果 这天一早教练宣布了一件事 不过他支支吾了半天 英爷干脆拎包去上课了 比特觉得教练可能会成为下一届副会长 不过英爷却觉得不太可能 这个时候记者把他团团围住 教练和幽子替他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而英爷拐脚就被粉丝围住了 他赶紧掉头准备逃离现场 在跑过小巷的时候突然被人拽住 英爷以为是色狼 一个回旋题 新田差点当场回忆 这可是能参加奥运会选手的一脚啊 而新田之所以照顾英爷 使他一直对英爷很感兴趣 并认为英爷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选手 一定能够成为下一个时代 滑冰选手中的中心人物 搞得英爷面露羞涩 而新田是希望英爷能成为顶尖选手 所以才对他特别关照 这种直白的夸奖让英爷非常的不好意思 尤其是新田还约他在奥运会前见面 呼呼呼呼 为什么比特死了 不然 我铁克这对啊 新田把英爷送到学校 英爷对他表示感谢 这一幕却被另一位帽子记者拍了下来 妈的 英爷怎么天生跟记者犯冲啊 英爷吃饭的时候走神 不小心把衣服弄脏 去厕所洗的时候 比特突然说很不顺眼 不过他并没有说为什么看不顺眼 就让英爷有些生气 结果闺蜜刚好路过 还以为是自己被说了 英爷越想越生气 训练的时候也憋着一股火 比特劝他不要这样跳 容易受伤 英爷咬牙切齿 他都是为谁而生气啊 比特觉得他是因为新田 因为今早 英爷和新田聊天的时候 心跳加速 呼吸上升 还嘴硬的表示 英爷和谁说话 喜欢谁和他没关系 妈的 什么究极小错王 呼呼呼 我真的太可这对了 但是天命必义 受不了一点啊 英爷气无鼓的离开冰场 比特就让英爷最好别和新田接吻 毕竟这会儿他还在英爷身上呢 气得英爷骂他是笨蛋 结果又拐脚被闺蜜听见 闺蜜也太惨了吧 为了报复比特 英爷一怒之下买了一筐翻起 结果回去的路上就看见 报纸上在传自己和新田的绯闻 三代监督也因为这事来责问英爷 并且询问教练是怎么回事 英爷已经跟教练解释过了 教练自然是信英爷的 三代监督嘴上说的凶心里还是关心英爷的 因为当初他也是被绯闻弄垮 明明三代监督可以当一名优秀的滑瓶选手 却因为造谣和已婚男演员的绯闻 从此失去了职业生涯 教练也有一些担心也不是单身 网上众人嘲笑英爷 一定是压力太大才找对象 甚至怀疑英爷和教练也有关系 还不知道哪个才是英爷的正宫 气得英爷差点把电视给砸了 这个时候教练回来 手上还拿着三角链杂志 他告诉英爷本来准备在奥运会才说 要不现在说了吧 结果英爷误会了 下得赶紧躲回房间 当天晚上 记者围在家门外悄悄跟踪 李特觉得他们打扰到英爷正常休息时间 问英爷要不要去闺蜜家休息 但英爷却觉得 现在不是逃避的时候 他要出去把这些记者赶走 李特却觉得 他现在就是羊入虎口 果然 英爷一出去 那群记者就暴动的围住了他 眼看大门被掀翻 新田突然出现在角落 他也看见绯闻新闻了 是担心英爷危险 才准备带他走 李特还在旁边依然怪气 好像王子 他说英爷只对新爷坦诚 对自己这么凶 新田趁论把英爷带到家里 避开记者 说实话 英爷这里真的做错了 哪能一个人在深夜 去陌生男生家中 即使对方帮助过自己 也不能这样啊 尤其现在还是绯闻当头的时候 李特指出了问题 你就不怕这是新田故意设计的吗 万一人家把门一锁 对你强取豪夺呢 英爷吓得赶紧打断李特 说他简直太瞎流了 气得比特面目扭曲 眼看新田步步靠近英爷 英爷下意识地后退撞到柜子 柜子中有一个相册掉了下来 原来里面全部都是志腾的照片 好家伙 原来新田是志腾的粉丝 一谈到志腾 新田就有一些不好意思 他把给英爷留的采访册给英爷看了 并表示 很期待英爷能获得奥运奖牌后 在那里留下关于英爷的采访 他相信英爷一定能够拿到奖牌 而因为有这事 英爷也没那么紧张了 告诉他 自己一定会拿冠军 让新田做一期独家的采访 新田很高兴地表示要送英爷回去 但英爷拒绝了 毕竟绯闻再继续 某人可是会误会的 新田顿时脸红 他知道 英爷明白志腾的事情了 英爷悄悄回到家 被教练和幽子逮住 教练表示 事已至死 他也要坦白一件事 他决定要求婚了 彼得没想到还有富兵 英爷差点误会 还好教练及时说了 他要求婚的人是佟小姐 那位小姐是一位非常温柔的人 英爷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结果两边全倒是误会 英爷吐槽 全都是彼得一个人想多了 而且就算他和人接吻 也没关系 反正彼得 他的身体忍一下就行了 彼得却突然说 他不想让英爷和别人接吻 哦 小粗包 此刻英爷脸上突然泛红 他都不知道自己脸红 还是彼得脸红了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陡然闭上眼睛 慢慢靠近对方 彼得以为他能亲到英爷 但英爷突然对他做了个鬼脸 第二天英爷匆忙从床上爬起来 戴上之前 彼得给他画的头饰 彼得画的很好看 英爷不打自招 被撩得脸红 忍不住张口呵斥彼得 结果倒霉的又是误会的阿密 当英爷以为 他会和彼得一起这样下去 教练告诉英爷 2月23日就是都灵都奥会 希望他在那里能拿到金牌 教练最近看起来不太舒服 老是喂他 彼得就觉得教练是个好人 英爷身边有这么多好人陪着 真是太好了 不过英爷想到 2月23日好像还有个时间 打开日内门一看 发现那天应该是 他和彼得认识的第一百年 也恰好是彼得即将消失的那一天 坏了 彼得岂不是不能看见他 参加奥运比赛了 一想到这里 英爷就有些闷闷不乐 倒是彼得看起来干净满满 2月23日 彼得将会永远告别这个时间 但彼得似乎并不在 英爷都不敢想象 如果自己面临这件事情会怎样 要是彼得再次一次 会是怎样的感觉 因为想的很多 训练的时候就分心了 彼得一改之前松散的态度 认真指导英爷训练 毕竟奥运会即将到来 要求自然也要高一些 被看出英爷没有集中精神 彼得也指出英爷今天不在状态 英爷便下定决心要集中精神 然而就在他起跳的时候 看到灵魂消失的画面 英爷落地 精神恍惚 彼得便打断他的训练 让他今天去冷静一下 这样集中不了精神训练 只会受伤 英爷就连回去的时候都精神恍惚 甚至忘记在脱衣服的时候戴眼罩了 被彼得喊醒的时候吓得大霸变态 给教练忽悠的都冲了过来 然后也被英爷赶了出去 英爷休息的时候 彼得就觉得他今天心不在焉 杜灵近在眼前 哪能不集中精神去训练 希望自己能够帮助英爷 让英爷不用客气 有事就跟他说 肯定一想到彼得会消失就十分难过 哥们儿 你一直引以为傲的情商究竟去了哪里 此时英爷坐起来 问彼得是不是会配合他 彼得点点头 英爷就让他暂时别和自己说话 估计是想适应彼得不在的生活 彼得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英爷却说彼得说话影响到了他 他只是说要互相商量 咋连话都不让他说了 彼得以为他是嫌自己烦 此刻也有一点点生气了 之后英爷试图冷静下来 但在训练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寻找彼得聊天 意识到自己没让彼得说话 又陷入沉默 就连心田也看出英爷不在状态了 教练最近也在吃药 胃总是很疼 彼得看出英爷不在状态 是勉强在训练 如果再这样下去 英爷是不可能战胜利亚的 他希望英爷能够走出迷茫 可英爷却在训练时又摔了一脚 晚上回到房间 想起彼得会消失 他就心里难过 可彼得只能看着 不知道能做什么 英爷觉得这样不行 他离开展翼子 去了带他去看那飞机起路的公园 他主动找到彼得 问他怎么看 但彼得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纠结 彼得表示 自己虽然不知道 但却明白英爷此刻应该干什么 他不应该胡思乱想 而是要将目标 定在表演滑上 英爷表示 自己不是在纠结这个 他想知道彼得还有什么心愿 等待离开之前实现的那种 彼得意识到自己确实已经死了 不过他又多活了一百天 他觉得这样其实已经赚了 但英爷却觉得不是这样的 他想知道彼得的真心话 彼得表示 没有人会不恐惧死亡 哪怕他现在已经是个幽灵了 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的时期 还是会感觉到恐惧 感觉生命在一点点消失 但他明白这是注定的 没有办法的事情 即使惊慌失措也改变不了 与其担心会消失 不如好好地享受当下 这样一想 他很庆幸能附身在英爷身上 如果没有和英爷相处 说不定会很无聊呢 英爷都是落泪 竟然要彼得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而他却一直在依赖彼得 这一次 英爷想为彼得做些什么 他突然下定决心 要辞续奥运选手的身份 姐姐 你的冲动也太冲动了 虽然你是想让彼得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可也不能这样放弃自己的前途呀 彼得让英爷陪他去一趟冰场 他不希望英爷世界奥运选手的身份 哪怕英爷说他四年后还可以参加 但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他希望英爷不要像自己一样 半途而废 彼得在最后的飞行表演中 做了最棒的表现 可因为一些意外才死亡 他不想让英爷也后悔 于是彼得许下了一个愿望 他希望能和英爷一起去独龄 并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 自己消失的那天 就是英爷比赛的那天 除了命运 他再找不到别的解释 他想看英爷做最好的表演 听到彼得这样说 英爷决定去比赛了 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让彼得和他case 你怎么讲的意他呀 接受了吗 没有 毕竟彼得没有实体 但英爷却告诉他 他们俩现在生活在一具身体 所以他们要前进到 只有他们能达到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他的条件 彼得顿时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他感觉自己仿佛能一直活下去 之后两人开始设计 去独龄比赛的表演 不论麻烦还是忧愁 都抛之脑后 眼下要做的就是认真训练 看着英爷 彼得感慨 要是时间再多一点就好了 你也告诉他 不能用剩下的时间 竭尽全力的这种想法 他们要做的是创造奇迹 这还是彼得在死后第一次期待未来 自从两个人约定好 就经常出去散心 因为两人设定的节目 是仰望天空 飞到任何能抵达的地方 也很相信彼得的决定 因为这场节目就是为他俩滑的 因为太累了 上了飞机就开始昏昏欲睡 不过彼得也发现 也很紧张 在颤抖 彼得一直在牵着他的手 鼓励他上飞机 在即将登机前 英爷见到志腾 在离别前 英爷提醒志腾 可别说什么退隐的话 他还没和志腾完成正式的比赛呢 两人相识一笑 彼得都十分欣赏 英爷总觉得最近发生的事很多 先是被媒体采访 又被老对手送行 甚至连消失已久的母亲都打来了电话 彼得看着他熟睡过去的宽容 不希望能一直陪在英爷身边 而英爷来到都陵 同时有很多选手在现场接受采访 海外的记者可比日本的记者友善多了 不过美国的米勒选手态度不是很好 但英爷也没有反驳的话 毕竟在这里是实力说话的 没有人了解一个处处忙碌的人 但彼得却认真地告诉英爷 他在这里 即使别人了解不了英爷 他也是永远会支持英爷的人 他会成为英爷最坚实的后盾 但英爷的运气确实不是很好 竟然抓到第一个出场的税 四年一度 自己第一个出场 裁判打分也会压一点分 到时候学会不说 还容易出事 彼得想安慰 第一位出场成绩也是第一 但英爷压根不相信这话 当天晚上 彼得吼着他睡觉 看得出英爷十分紧张 但彼得就哄着他别怕 自己会一直陪在他身边 英爷嘴上说着不在意 彼得就看见 他眼睛在颤抖 虽然闭上眼睛 却没有睡着 毕竟两人共用一具身体 他想伸手安抚英爷 手掌只会穿过英爷的身体 他从没有清晰的意识到自己的死亡 第二天 比赛期间开始 教练给英爷一个2分40秒的沙漏 教练说 沙子漏下的这段时间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英爷的身上 英爷意识到 这是都属于他们的时间 要不怎么说现场都是大佬 先一最强女子选手和前奥运冠军都在 英爷的目光是等待结果的case and cry 那个地方不论是收到case还是眼泪 最终结果都是二选一的命运之地 彼得表示 如果英爷表现得很好 他会在那里亲吻英爷 他拍摄英爷的肩膀 表示自己一定在英爷身后 于是英爷登台 在音乐响起的瞬间 教练倒口沙漏 彼得也在和英爷配合演戏 此刻英爷要让观众和裁判 还有选手意识到 自己成为第一个登场的选手 对他们来说是多大的打击 在两个跳跃结束后 英爷获得一片欢呼 但英爷并没有停下 随后汉地八重又来了一个三周跳 不但教练和监督看傻了 就连彼得都看傻了 他啥时候做的这个特训 不过英爷的表现极佳 在场上非常的生动活泼 结尾的时候还俏皮的做了个鬼脸 侧耳倾听观众的欢呼 这一刻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现场一变欢呼 还为他撒上了鲜花 英爷下台听着欢呼 突然闭眼 小声嘟囔了一句 祝福的case别忘了 彼得心跳加速 也闭眼稳了上去 此刻都灵的赛场 是世界最火热的 短节目结束 英爷拿下了第二 虽然赛场火热 但彼得就觉得 英爷双唇的温度更加温暖 那时候的他们 完全忘记了倒计时 虽然是第一名出场 但他的牌位一直没怎么掉 只有丽亚超过了英爷 之后的记者会也过得很有意思 有记者采访英爷 女铺上的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 英爷半开玩笑的说 有个幽灵附身在自己身上 现场众人一片欢笑 只有丽亚侧目看了英爷一眼 他因为英爷拿下第二名 在都灵街头 还有人找的签名 彼得觉得 现在的英爷就像是灰姑娘一样 不过英爷却没有高兴的念头 因为他接下来 就是最后的表演了 英爷告诉彼得 自己有话要对他说 但他还没有说出口 彼得就说他已经知道了 英爷想说 他们俩要共同努力拿下第一 但英爷知道 自己要传达的那句话 还没有说过 可彼得又何尝不知 他只是不想让英爷难顾 马上就是自由滑了 看着赛场上的其他人 英爷深吸一口气告诉彼得 他的目标和其他人不一样 此时丽亚推门走了进来 不愧是当代第一的女单选手 整个人的气场非常的凌厉 奇怪的是 丽亚看了英爷一眼 又默默地移开视线 彼得觉得 可能是在和英爷打招呼 弥勒咬牙切齿 丽亚竟然承认了英爷 因为太过在意 结果在自由滑表演上出现失误 这本属于自作自受了 在英爷登场之前 先出来的是冰上女王丽亚 教练都感慨 英爷的运气不行 不过英爷并不在意 因为他现在 最在意的不是奖牌和成绩 而是和彼得共舞到最后 要让彼得的飞行在这里实现 而这个时候 丽亚也开始自己的表演 可以说丽亚的表现太过完美 几乎没有一丝失误 所有人都在震撼他的表演和技术中 不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女王 但只有英爷没有沉溺其中 他仍然要去挑战丽亚 英爷和彼得一同脱下外套 教练在和英爷登场前告诉他 自己能成为英爷的教练 真的很幸福 是英爷把他带到奥运的赛场 两人登上舞台 他不想在告别的时候 和彼得一起落泪 他希望能和彼得一起 带着笑容结束比赛 此时 英爷的登场万众瞩目 彼得告诉英爷 让世界看看 你价值100亿的笑容 英爷微笑 不止 还有彼得最棒的飞行 他希望 和彼得最后的共舞 能被世界所记载 所以当彼得牵起他手的瞬间 英爷仿佛 冰面上的飞行员 他在不断的加速 他的舞蹈在不断的腾空 此刻彼得也确实感觉到 如同飞行一般的快乐 三大监督和丽亚 都有些惊讶 没想到 英爷能做到这一步 英爷相信 肯定有人能看见 他们飞翔的身影 要优雅 要纤细 要惊艳所有人 闺蜜和幽子抱头痛哭 看到英爷脸上露出的笑容 监督也欣慰地笑了 这石头脸终于毕业了 此刻 赛场上的英爷和彼得 确实飞上了天 在表演结束前 彼得再度亲吻英爷 两人仿佛带着翅膀的天使 现场一片欢呼声 所有人都在战力鼓掌 为着精彩的对决喝彩 英爷离开时 还见到了丽亚 丽亚对她的表演十分赞赏 英爷笑着和她告别 然后匆匆带着彼得救了湖边 直接抛下了现场的教练 和采访人员 这次比赛 她排名第四位 因为赛前更换了节目 所以扣了一些分 无缘奖牌 但她几乎是所有人 眼中的无冕之王 可惜这部番出早了 真正的都灵奥运会女单冠军 还真是日本来着 不然英爷说不定 还能捞个冠军党的 给英爷打分的时候 因为分数过低 现场还有观众 发出不满的声音 不过英爷已经不在意了 他来这个冰场 是不想让任何人打扰 英爷知道时间不够了 他想向彼得 传递自己的想法 彼得大概知道 但他不知该如何应对 他告诉英爷 自由滑的时候 他们确实飞上了天空 至少彼得感觉到 天空翱翔的自由 此刻他已经没有遗憾了 且非常感激英爷 英爷正准备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天空突然下雪 彼得说在分别的时候下雪 善地还挺体恋他们的 他告诉英爷 时间已经到了 英爷急了 他还有话没说呢 彼得表示这一百天 他很开心 英爷希望他不要离开 哪怕生活有些困难 但是他可以忍耐 希望彼得能继续留下 但彼得却说 这是已经注定的命运 英爷回忆起 两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认真地准备表白 但彼得却说 他希望自己离开时 英爷是笑着的 所以英爷擦掉眼泪 微笑地从他离开 那句我喜欢你 最终彼得还是没有听见 或许他知道了 只是不得已放手罢了 舒适后 英爷回归校园 抬头看见飞机 从天空飞过 他再度露出笑容 此后 每一次飞机引擎轰鸣 我都会想起你 唉 究极大刀 别刀我了 我受不了了呀 那么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 爆干队四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